一名女保险业务员应客户制药上门谈业务 却从此耀无音讯 十一天后她的尸体在荒山野里被发现 并已被肢解成了疤焚 令警方食料未及的是 调查中还意外揭发了一桩往年的双尸命案 这名连环杀手究竟是如何制造完美不在场证据的呢 他为何在索要赎金后又突然销声匿迹了呢 这一切真的仅仅是为了钱吗 昔日的好兄弟为何突然互相揭发 两人各自一词 那致命的扳机究竟是谁扣动 请看今天的故事 大雨山解杀案 大家好欢迎打开X答案 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香港的大雨山 1996年2017后 家住在天水围的陈女士 接到了一个沉密电话 电话那头是个陌生男子 说自己是绑匪 把陈女士的姐姐陈兰娇给绑了 绑匪让陈女士将30万港币 打到四个不同的账户里 还威胁说 要是不照办 就把陈兰娇的手手脚脚给送回来 陈女士一听 这心里也是慌得不行 但还是强忍着恐惧 提出要跟姐姐通个话 结果电话那头的人 冷冰冰的说 陈兰娇现在还昏迷着呢 然后就挂了电话 对陈家来说 这通电话无疑是晴天霹雳 他们家庭经济条件一般 一下子拿出30万块钱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一家人商量了半天 最后决定报警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失踪者的基本信息 失踪者名叫陈兰娇 是年34岁 未婚是一名保险业务员 跟家人一起住在天水围 警方接到报案后 马上就展开了调查 可奇怪的是 那个绑匪之后 就再没打过电话了 好像对赎金的事 漠不关心 警方的调查呢 先从陈兰娇的工作单位 彭丽保险公司开始 想着从她的同事 还有客户那找找线索 警方通过她同事了解到 陈兰娇那天 好像是去大禹山见客户了 巧的是啊 警员在陈兰娇公卫的日历上 发现2月4号那天写着 约见罗友福谈保单 不过呢 这日历上并没有写 罗友福别的信息 警方通过警务系统一搜 好家伙啊 香港叫罗友福的 有上千个人 警方目前掌握的线索就是 陈兰娇计划去大禹山 见一个叫罗友福的人 警方就把这范围啊 缩小到了大禹山 这么一筛选 警方发现 住在大禹山的罗友福 有7个 随后 众案组就分别跑到 通讯公司和传呼台 把陈兰娇过去半年的 通讯记录给调了出来 进一步分析后 警方锁定了其中一个 28岁的男子 警员很快就找到了 这位罗友福 并请他回警局 协助调查 那这位罗友福 会是警方要找的人吗 在警方的询问下 这位罗友福承认 他确实认识陈兰娇 前段时间 也确实约过他 谈保险业务 但是呢 他一口咬定 陈兰娇失踪的时候 他人在内地 有不在场证明 罗友福解释说 他们本来约好 2月4号在大雨山见面的 可因为突然有点事 要去内地 2月3号晚上回不了香港 所以他就通知陈兰娇 改时间再约 可陈兰娇希望 他能在2月4号 尽量赶回来 因为他已经把当天的客户 都提前推掉了 罗友福说 他在2月4号上午 给陈兰娇打过电话 告诉他 不用等他了 当天是真赶不回去了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 罗友福拿出了回乡证明 另外 出入境记录也显示 他在2月1号 就从香港乘船去了蛇口 一直到7号才回到香港 案发期间 他人确实不在香港 有了这个明确的不在场证明 警方一开始 还以为自己找错方向了 正打算重新调整 调查方向的时候 罗友福的一句话 引起了众案组的怀疑 在警局 罗友福特别嚣张地说 我那时候在内地呢 有本事你们起诉我呀 警员就寻思 要是他跟陈兰娇 就只是打打电话联系一下 案里说 他不应该有这么大反应的 警方就开始怀疑了 他这个不在场证明 可能有问题 所以在放走罗友福或 警方就安排人 24小时监视他 决定好好调查一下他 我们先来看一下 罗友福的个人资料 以及他是怎么和陈兰娇认识的 罗友福10年28岁 出生于长州 初三就辍学了 因为长得胖 大家都叫他肥仔福 他以前在五金店当过学徒 可他的工作总是不稳定 整天有手好闲的 还有多次犯罪记录 其中包括盗窃 藏有攻击性武器 和使用假身份证等 罗友福有一个 青梅竹马的女朋友 叫张贵芳 一开始罗友福认识陈兰娇 就是因为他女朋友阿芳 阿芳既是陈兰娇的朋友 又是他的客户 在1995年9月份的时候 罗友福通过女友阿芳的介绍 认识了陈兰娇 那个时候陈兰娇总是给他推销保险产品 不过那时候罗友福没工作也没收入 所以这单生意始终都没谈成 但是两人之后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了解完这些基本情况后 我们再回到这起案件上 既然罗友福这条线索断了 那警方也没办法 只好从别的方面下手 为了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警员们拿着陈兰娇的照片 在大雨上的梅窝 备傲 还有长沙一带的度假屋进行走访 希望能找到见过他的人 而警方在港湾县码头等船的时候 发现码头售票处的前货都有监控摄像头 于是他们就去找到轮渡公司 把过去一个月的监控都调了出来 在经过一番研究后 果然有了重大发现 录像显示 2月4号中午12点23分的时候 陈兰娇和一个体型肥胖的男子 一起上了去大雨山的轮渡 到了傍晚 这个男子又出现了 不过身边跟着的不是陈兰娇了 而是另一个男子 根据监控记录显示 陈兰娇一直就没有离开过大雨山 监控中这个神秘男子 从体型上看 特别像罗友福 可画面有点模糊 也不能百分百确定 为了保险期间 专案组找到了罗友福的女友张贵芳 来协助调查 并把码头的监控录像给他看 张贵芳一眼就认出了 录像里的男子 就是他的男友罗友福 而另一个男子 就是他的堂哥张满强 他解释说 罗友福和张满强 那是形影不离的铁哥们 有着过命的交情 当警方决定 在把罗友福叫来问清楚的时候 去发现 这家伙已经离开香港去蛇口了 好在监视他的警员 一路都在暗中跟着 罗友福在蛇口待了几天 又跑去了深圳 2月14号 罗友福从罗湖口岸 回香港的时候 当场被捕 被带回警局后 警方给他放了 他和陈兰娇一起登船的监控录像 看了这一帖证后 罗友福一下就没话说了 在审问的时候 无论警员询问什么 他只回复说 想见见女友张贵芳 警方后来同意了 但要先配合调查 罗友福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承认 是他受张满强指使 绑架并杀害了陈兰娇 罗友福交代说 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 他提前几天走正规渠道 过关到内地 留下官方的出境记录 接着他又从蛇口坐快艇 偷偷遣回香港 然后他打着买保险的幌子 把陈兰娇骗到了 大雨山海边的一间度假屋 在度假屋里 他们把陈兰娇制服 然后在他包里找到了一张银行卡 逼他说出密码 之后罗友福留在度假屋里 同伙张满强去银行取钱 可谁知道 这卡里就只有5000多块钱 本来他们就只是为了弄点钱 可没想到 事情突然急转直下 张满强冷不丁地掏出一把手枪 抵住了陈兰娇的头 罗友福一看这情况不对 赶紧劝张满强别杀人 可张满强不听非要灭口 最后他对着陈兰娇的头 就是一枪 杀完人后 张满强把拿到的5000块钱 分给了罗友福3000块 其实陈兰娇的家人 在接到勒索电话之前 陈兰娇就已经遇害了 2月6号的时候 罗友福给陈兰娇的妹妹打电话 索要30万赎金 罗友福说 其实这就是个幌子 他们知道根本拿不到这30万 但目的是为了迷惑警方 让他们以为陈兰娇还活着呢 接着罗友福再偷偷地回到内地 在2月7号 从蛇口正规渠道回到香港 谋财害命就已经够让人愤恨不已了 可后面处理尸体的过程 那是更令人毛骨悚然 他们在度假屋里 先把陈兰娇的尸体 放在浴缸里放去 然后放在塑料砧板上 给织结成了八块 并分装在了不同的尼龙袋中 然后把这些惨痣运到了身躯路 靠近宝连寺的一个山坡上 扔在了荒草队里 警方得知陈兰娇被杀害 还被肢解了之后 马上派人去搜索 可是当专案组警员 按照罗友福说的 来到弃势的山坡时 看到的只有密密麻麻的草丛 和特别陡峭的山头 经过一整天的搜索 一直到天黑 也没有找到死者的尸体 第二天也就是2月15号 警方压着罗友福 又去了抛射的那个山坡 经过一番地毯式搜索 专案组终于在山坡上 找到了数个尼龙袋 里边装着八块人体残肢 陈兰娇的左耳附近 有两个弹孔 在头部找到了 两枚点二口径的子弹 法医通过尸体的切口 确定是被菜刀给砍开的 因为尸体已经腐烂严重 法医也无法确定 他生前是否有被侵犯过 这么一来 这个案子就从绑架勒索案 升级为了截杀分射案 不过案子到这远没有结束 就在2月25号大半夜 另一个涉案的重要人物 张满强跑到湾仔警局来自首了 还要求要当污点证人来指控罗友福 可警方拒绝了这些要求 当场就把他给逮捕了 张满强是大雨山石朗村的人 小时候在长州读书的时候认识了罗友福 罗友福的女朋友张贵方 正好是张满强的堂妹 所以这三个人平时关系很是要好 张满强被抓起来以后 那是一个劲的否认自己是主谋 反倒说罗友福才是真正的主谋 他还揭露了罗友福作案的动机 说罗友福除了钱以外 杀害陈兰娇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特别烦那些 天天给他推销保险的业务员 说他这么干是替天行道 给那些被推销烦得不行的人出口气 张满强接着又报罗友福的料 说除了杀害陈兰娇 罗友福还是另外一起案子的主谋 就在几个月前 他还杀了一对小情侣 警员一听赶紧询问案情 可这个时候 张满强就开始跟警方讨价还价了 说除非让他当污点证人 不然他啥都不说 面对张满强想出卖同伙 给自己减轻罪责 还拿秘密跟警方讨价还价的行为 警方并没有让他得逞 既然张满强不愿意再多说 警方就决定自己去调查 警方用警务系统查了查 过去几年的失踪人口记录 还真就发现了一起失踪案 可能跟罗友福有关 这起案件是在1995年10月7号 关堂一家五金店老板的儿子 21岁的翁子伦和他女朋友陈志怡 在大雨山露营完就失踪了 这两人失踪两天后 他们的家人分别报了警 翁子伦的姐夫跟警方说 10月6号早上翁子伦临走前 给他传呼台留了言 说跟朋友罗友福一起去大雨山了 还盯住姐夫千万别告诉姐姐 省得挨骂 而且这两人失踪的第二天 翁子伦的丈夫在长州的ATM机上 被取走了5000块钱 在当年警方就调查过罗友福了 根据当时的审讯记录 罗友福承认 确实约过翁子伦一起去大雨山玩 但是罗友福因为有急事 突然要去内地 出发前几天就把计划取消了 他还说翁子伦和他女朋友 按约定去大雨山这事 他一点都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 他一个星期都不在香港 审讯记录显示 通过查看出境记录 这就是情侣失踪的时候 罗友福确实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所以在当时 这个案子就成了无头公案 不过随着陈兰娇这个案子的发生 警方把这两个案子一对比 发现罗友福制造不在场证明的手段 那简直一模一样 先从正规途径到内地 再做快艇偷渡回来 装出自己一直在内地的样子 可惜的是 等警方掌握了这些信息之后 关于这就是情侣 失踪前后的码头监控记录 已经找不到了 因为已经过去四个多月了 所以警方一时间也没办法证明 罗友福跟这对情侣的失踪 有直接关系 警方决定再从张满强这 找找突破口 因为在陈兰娇被杀的这个案子里 罗友福和张满强是一起作案的 警方就怀疑了 那这对小情侣失踪的案子里 张满强也脱不了干系 他既然知道这个案件 很可能也是同伙 于是警方就以涉嫌 他跟小情侣失踪案 有关系为由 开始审问张满强 张满强本来想着 拿小情侣这个案子 给自己争取当污点证人的机会 没想到警方反过来 开始审问他 关于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经过近半个月的周旋 到了二月底张满强终于松口了 说那对小情侣早就遇害了 被埋在了大禹山扭谷湾 他承认这起民案也是他跟罗友福一起干的 另外还有一个共犯叫林松 张满强交代说 1995年10月5号那天 罗友福给他打电话 说在内地把钱花光了 回不了香港了 要他帮忙找一艘船接他一下 张满强就在大澳找了一艘船 通过非法途径从内地水域 把罗友福接回了香港 张满强说 后来他才知道 罗友福这么干 就是为了接下来的截杀案做准备的 因为这个时候 出入境记录上显示 他人是在内地的 回到香港后 罗友福说 内地的朋友林松想来大雨山玩 让张满强帮忙租一间度假屋 因为张满强也认识林松 他就照办了 林松到了以后 几个人一起游山玩水 过了两天 罗友福又说 还有两个朋友会过来玩 张满强就在说 这两个朋友 就是那对小情侣 翁子伦和陈志怡 其实罗友福早就盘算好了 他知道翁子伦喜欢汽车 就骗他说 大雨山有非法赛车 约他一起去看 他俩本来就数 翁子伦也没怀疑 就答应了 还带上了女朋友 张满强说 他是到了晚上才知道 罗友福准备抢劫 这对情侣 当天晚上 这对情侣坐着出租车 来与罗友福会合 几人碰面后 他们从荔枝园开始 往深山里走 罗友福走在最前面 小情侣在中间 张满强和林松 在最后面 这个时候 他们身上都藏好了砍刀 到了牛谷湾 罗友福挑了一间 废弃的石屋 把翁子伦和陈志怡 带了进去 接着 他们就亮出了刀子 一开始 翁子伦还以为 他们在开玩笑呢 可很快就反应过来 事情不对劲 这个时候想跑也没路了 很快两人就被铁丝 绑住了手脚 眼睛和嘴巴 也被胶带给封住了 只能被迫蹲在地上 罗友福让张满强和林松 拿手电筒帮忙照亮 然后自己拿起木棍 对着翁子伦 就是一顿狠揍 就这样 把他给活活打死了 接着 罗友福让他们 把手电筒 照到翁子伦的女友身上 用同样的方法 毫不留情的 把他也给乱帮打死 之后三个人把两具尸体 拖到离石屋 大概200米远的空地上 给埋了 这对小情侣 就这么被埋在了荒郊野外 要不是几个月后 陈兰娇的命案 让罗友福和张满强被抓 这对小情侣的冤屈 可能永远都无法照须了 在张满强交代的口供里 他一直强调 小情侣被杀 是罗友福干的 他自己就只是负责找房子 和拿手电筒照亮 根本就没有动手打人 他还强调 自己根本就不认识 这都是小情侣 他们是罗友福的朋友 陆王口供了第二天上午 警员压着张满强 来到牛谷湾的一个偏僻山头 找那都是小情侣的遗体 警员们在一处山谷下面 挖了两个小时 终于挖出了两具尸体 两具尸体都是趴着的 埋在1.5米深的泥土里 验尸结果显示 两个人的头骨都有伤痕 是被类似棍棒的顿器活活打死的 两起命案三条人命 这些血腥的行为 主要动机竟然就只是为了钱 讽刺的是 他们最后得到的赃款 加起来也不过一万块钱 更让人心里发凉的是 这几个受害者都是凶手认识的人 本来作为共犯 罗友福和张满强应该一起被起诉的 可俩人都说 对方才是真正的主谋 而接下来到了法庭庭审阶段 案件的发展也是出乎意料 由于这两人互相推系责任 律政司考虑了证据以后 决定根据他们各自招任的情况 分别起诉 张满强负责的是小情侣那个案子 因为罗友福在这个案子里 理论上有不在香港的证据 虽然警方相信 过程中罗友福偷渡回了香港 但因为证据不足 只能起诉张满强一个人 而罗友福因为被监控拍到 跟陈兰娇一起坐船 没办法推卸责任 所以他要为陈兰娇的死负责 1997年3月份 张满强先接受审判 他被指控一项抢劫 两项谋杀罪名 也就是翁自伦和陈志怡 但他仅承认抢劫罪 谋杀罪名 他并不承认 他说自己只是在现场拿手电筒 赵亮并没有动手打人 法官对陈兰团说 只要你们相信 张满强在合谋抢劫的时候 同意用暴力 而且这种暴力导致受害人死亡 就算被告没亲自下手 这罪行也跟谋杀一样 最后张满强谋杀罪名成立 背叛终身检禁 接着是罗友福的审判 他的女友张贵芳 愿意出庭作证 他透露 在1996年2月3号 也就是案发的三天前 他们俩一起乘船去大禹山 这期间罗友福用手劲把枪包好 藏在了他的背包里 他问为啥要带枪呢 罗友福说 有用 让他别多问 最终七名男性组成的陪证团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商议 以5比2的票数 判定罗友福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终身检禁 这两个被告都提出了上诉 罗友福的上诉被驳回了 维持原判 可张满强的上诉 却出现了变数 张满强的辩护律师提出 张满强在警局录了四份口供 尤其是在定罪的关键动作上 就是用手电筒帮忙照亮这件事上 口供是有出路的 张满强一开始说 自己有用手电筒照亮 后来又改口说 只照过女死者 辩护律师主张 虽然两座谋杀案发生在同一个地方 但不能捆绑式判决 不能因为张满强在其中一个案子里 协助了罗友福 比如用手电筒帮忙照亮 那么他就要对另一起谋杀案 也负有责任 上诉庭的法官意识到 袁慎有不当的地方 所以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裁决 撤销了张满强谋杀翁子伦的罪名 但谋杀陈志怡的判决 维持不变 虽然张满强不用为两条人命负责 可一条人命也足够判他终身监禁了 所以他的上诉对实际刑罚 没有什么影响 此外另一名共犯林松始终在逃 尽管法庭对这两个案子 好像给出了结论 可关于这对情侣的结局 还是留下了一些疑问 罗友福因为理论上有不在场证明 所以逃脱了对这两人的刑事责任 那张满强呢 承认只给女死者打灯照亮了 所以只对女方的死负责 那男死者翁子伦 他的死到底该由谁负责呢 另外这起案件根据现有的证据 虽然将两人都判了终身监禁 但真相是否已完全揭晓呢 你认为这两人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办案中凶手利用别人对他的信任 将他们残忍杀害 信任本来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纽带 但曾几何时 他将屡次称为悲剧的源头 因为信任我们在危机四伏中放下了戒备 因为信任我们在谎言编织中选择了相信 因为信任我们在利益诱惑中交出了底牌 当然伯州并不是说我们从此不再信任任何人 相反你我的经历 包括这些雪的案例都在提醒我们 以更加谨慎和理智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人 不要轻易交付信任 但也不要因为一次失望而对世界失去信心 因为阴影之外 阳光依然普照 人心深处 善意依然闪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聆听他人故事 体悟你我人生 咱们下期见